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人物现场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斯里兰卡历史性总统选举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安努拉·库玛拉·迪萨纳亚克 Anyra Kumara De Sanayaki成功当选 赢得了42.31%的选票 彰显了人民对于变革的渴望与希望 在这次竞争激烈的选举中 反对派领袖萨吉斯·普雷·马达萨 Sages Primadasa和即将卸任的总统拉尼尔 维克勒·马辛哈·Rano-Wikramasinga 分别获得32.76%和17.27%的选票 这一结果不仅对迪萨纳亚克本人是一种肯定 更是对他所代表的政治理念的支持 面对经济崩溃的挑战 迪萨纳亚克能否带领斯里兰卡重回正轨 他的当选将如何影响未来的政策走向 随着这位新总统的上任 斯里兰卡的政治舞台将迎来新的变化 民众期待他能够理解他们的困境 并推动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复苏 这场选举不仅是对个人领导力的考验 更是对于整个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选择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斯里兰卡的总统选举中 安努拉·库玛拉迪萨纳亚克 安努拉·库玛拉迪萨纳亚克 以马列主义倾向的政治背景赢得了胜利 这一消息是由斯里兰卡选举委员会 在周日公布的 迪萨纳亚克是人民解放阵线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 简称PLF的领导人 他在周六的选举中 获得了42.31%的选票 在这次选举中 反对派领导人萨基斯·普雷马达萨 Sages Primadasa 以32.76%的选票名列第二 而即将卸任的总统拉尼尔 维克勒马辛哈 Rano Vikramasinghe 则仅获得17.27%的选票 位居第三 维克勒马辛哈在2022年 经济崩溃高峰期上任 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救助条件实施了严格的紧缩政策 尽管他尚未正式承认败选 但外交部长阿里萨布里 Oli Sabri表示 迪萨内亚克的胜利已成定局 这次选举是斯里兰卡历史上 首次因前两名候选人未能 获得50%的选票 而进入第二轮计票 选举委员会预计迪萨内亚克 将于周一在科伦坡的总统密书处宣誓就职 来自科伦坡的Algezira 记者米内尔·费尔南德斯 迪萨内亚克的当选为总统职位 带来了一种新的活力和魅力 他表示 迪萨内亚克在竞选期间表现得非常果断和自信 承载着国民的希望 迪萨内亚克在国会中已有20年的从政经验 他见证了政治的运作方式 但他声称将为斯里兰卡的政治带来新的生命 在竞选活动期间 迪萨内亚克的支持者们在街头高唱口号 挥舞旗帜 表达对他政策的期待 许多选民表示 他们相信迪萨内亚克能带来经济复苏和民生改善 迪萨内亚克的当选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认可 也是对他所代表的政治理念的支持 在经济困境中 人民渴望改变 渴望一位能理解他们困境的领导者 迪萨内亚克的当选为斯里兰卡的未来 带来了新的希望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BC 报道了迪萨内亚克的当选 强调这是在斯里兰卡经历了前所未有的 经济危机后的历史性选举 选举结果标志着一个新的政治时代的开始 迪萨内亚克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感言 这场胜利属于我们所有人 让我们携手重写斯里兰卡的历史 这句话既表达了他的谦逊 也展现了他对未来的信心 迪萨内亚克在2019年总统选举中 仅获得3%的选票 但此次选举中他以560万票 42.3%的优势当选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普雷马达萨以32.8%的选票位居第二 这场激烈的竞争可见一般 斯里兰卡在过去几年中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民众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物价飞涨 许多人面临生存困境 在这样的背景下 选民们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了新总统的身上 迪萨内亚克的当选 象征着民众对变革的渴望 他的左派政策可能会带来更为公平的经济分配和社会福利 在这次选举中 民众的参与度也非常高 显示出人们对政治的关注和对未来的期待 许多选民在投票站外排起长队 表达他们对改变的渴望 随着迪萨内亚克的当选 斯里兰卡的政治格局将发生变化 他的政策将如何影响国家未来 值得持续关注 Deutsche Vella DW也报道了迪萨内亚克的当选 强调这是斯里兰卡首次进行第二轮选票技术的选举 这一结果反映了民众对未来的期待和渴望 在第一轮投票中 迪萨内亚克和反对派领导人普雷马达萨名列前茅 但都未能获得50%的选票 最终 普雷马达萨以第二名的身份结束了竞选 而现任总统维克勒马辛哈 则以17%的选票位居第三 在这次选举中 经济问题成为焦点 自从两年前经济危机达到高峰以来 民众对生活困境的愤怒不断上升 迪萨内亚克在竞选中承诺不会撕毁与IMF达成的协议 但他希望在某些条款上进行重新谈判 迪萨内亚克的政党曾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 发起过两次失败的马列主义起义 造成约8万人丧生 2020年的选举中 他的政党仅获得不到4%的支持 但随着近年经济的急剧下滑 为他们的崛起提供了机会 迪萨内亚克在投票后表示 斯里兰卡需要一种新的政治文化 这句话道出了许多民众的心声 这次选举的结果 不仅是对迪萨内亚克个人的肯定 更是对斯里兰卡未来方向的一次重大选择 随着新总统的上任 民众期待他能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改善经济状况 重建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这场选举的背后 是斯里兰卡对未来的渴望与希望 无论是对经济的重建 还是对政治文化的革新 迪萨内亚克的当选 无意为斯里兰卡的未来增添了一丝光亮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2023年的斯里兰卡总统选举中 安努拉、库玛拉、迪萨纳亚克 安努拉、库玛拉、迪萨纳亚克 被选举委员会宣布为新任总统 这一结果标志着斯里兰卡政治格局的重大转变 迪萨纳亚克是人民解放阵线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的领袖 在此次选举中获得了42.31%的选票 成功击败了反对派领袖萨基斯 普雷玛达萨 Sageth Prima Dassa 和即将卸任的总统拉尼尔 维克勒马辛哈 Rano Vikramasinghe 迪萨纳亚克的当选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这次选举是斯里兰卡史上 首次由于前两名候选人 未能获得50%以上的选票 而进行的第二轮计票 这种情况反映了选民 对现有政治体制的不满 与渴望变革的强烈意愿 在经济背景上 斯里兰卡过去几年 经历了重大的经济危机 民众生活水平大幅下降 物价飞涨 基本生活需求难以满足 前总统维克勒马辛哈 在2022年经济崩溃的高峰期上任 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的要求 实行了严厉的紧缩政策 然而 这些措施未能有效缓解经济困境 反而加剧了社会不满 导致了此次选举中的失败 笛萨纳亚克的当选 被世卫民众对现状的强烈反应 和对未来改变的希望 他的马克思主义 倾向和左派政策主张 包括更公平的经济分配 和改善社会福利 受到了广泛支持 这次选举的高投票率 也显示出民众对政治参与的高度关注 和对未来的殷切期盼 笛萨纳亚克在国会 已经工作了20年 具备丰富的政治经验 他在竞选期间 展现了坚定的领导力 和清晰的政策方向 承诺将带来政治和经济的变革 他的当选预示着斯里兰卡 可能进入一个新的政治时代 重点关注经济复苏和社会进步 这次选举的结果 不仅是对笛萨纳亚克 个人的支持 也是对他所代表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理念的认同 在过去的选举中 笛萨纳亚克的政党 曾经表现不佳 但此次选举结果显示 民众对于一个 更具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方向 有了更大的期待 选举结果公布后 笛萨纳亚克在社交媒体上 发表了一篇感言 表示这场胜利 属于所有斯里兰卡人民 呼吁大家共同努力 重写国家的历史 这一表态 强调了他对团结和合作的重视 也为他的总统任期 奠定了基调 总体来看 笛萨纳亚克的当选 象征着斯里兰卡政治 和经济的潜在转型 随着新总统的就任 国家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 但也充满了新的机遇和希望 斯里兰卡人民 期待在这位新领导者的带领下 迎来更加公平和繁荣的未来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谢琪琪 我们应该为斯里兰卡感到高兴 笛萨纳亚克当选 这不是仅仅一个人上位 而是一个经济和政治体系的重塑开始 经历过那么多年的经济困境 斯里兰卡人民选择了一条新的道路 我们难道不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吗 楚天书 你这么说 我忍不住想起了莎士比亚的那句话 凡是闪光的都不是金字 笛萨纳亚克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听起来很美好 像是烤好的牛排 但你真能保证他不会把斯里兰卡变成一个新的委内瑞拉吗 他承诺的那些经济改革 说白了就是一个各位经实验的理论 实施起来可能会让经济更加糟糕 好吧 谢琪琪 但你难道忘了斯里兰卡 已经在维克勒马辛哈的紧缩政策下经历了什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干预 紧缩政策带来的生活困境 人们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 这就像是给病人开错了药 那就应该尝试新的疗法 还记得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吗 那也是在经济大萧条中推出的 非常激进 但它最终成功了 楚天书 你真的把迪萨纳亚克当成了罗斯福了 这可真让人捧腹大笑 你要知道 罗斯福有国会的支持 有全国的资源 而现在的斯里兰卡 连基本的经济稳定都没有 迪萨纳亚克的改革 就像是要在一个漏水的船上 建造一个豪华的花园 不仅不切实际 还会让传承得更快 谢琪琪 我承认你的比喻很有趣 但我们不能忘记 斯里兰卡人民的需求和期望 迪萨纳亚克带来的是一种希望 一种对未来的期望 就像韩国在20世纪末的经济危机中 通过改革和创新走出了困境 同样 迪萨纳亚克也有机会带领斯里兰卡走出阴霾 重建经济和社会 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机会 而不是仅仅因为他过去的背景 就否定他的一切 楚天书 你说的好像迪萨纳亚克的背景 只是小菜一碟 但他们政党的过去可是血淋淋的 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 两次马克思主义起义 导致了约八万人丧生 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抹掉的历史污点 当然 我们都希望斯里兰卡变好 但把希望寄托在一个 有这样历史背景的人身上 这真的让人担忧 他的成功几率就像是一场赌博 而斯里兰卡已经输不起了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 美洲 亚洲的顶尖科技 语言和媒体专家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 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 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 国际交流 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 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 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六度WorldP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中文字幕祀IA